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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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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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覺得 你看我們已經一個月了 這一個月以來呢 我從 變得超開心 到非常開心 完全都沒有一點點難過的情緒呢 因為它不在 我就可以控制整個美食的進度 開始所有的自肥行程 一整天裡面 一定要有下午茶 而且既然要吃下午茶 我就要在 五星級飯店裡面吃 我現在來到新竹的五星級飯店 很氣派吧 聽說呢 這一家的下午茶 有非常多人推薦 價格實惠又好吃 話不多說 我現在要去 當貴婦了 這間藏身在新竹五星級飯店裡 瀰漫著森林氣息 清新風格的咖啡廳 有著可愛的名字 其實就是台語 好味的諧音 店家提供每日新鮮現做的營養餐食 以及手作甜點 讓大家可以用平易近人價格 享受星級料理 希望來到這裡的客人 可以忘卻市區繁忙的步調 愜意地享受午後悠閒時光喔 太棒了 自由的感覺原來這麼美好 我真的是太開心了 我怎麼會這麼晚才把它趕走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雖然它是五星級飯店的下午茶喔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它很跳脫一般五星級那種感覺 很像外面網美的那種下午茶店 那我先來吃這個 鮮蝦蓋飯 日本的中華料理的感覺 台灣應該比較少吃到這樣子的蓋飯 和鮮蝦做這樣子的調味 它是有點像糖醋醬 可是它帶辣喔 這個微辣的刺激感非常的棒 這個蝦仁它外頭呢 先微炸過 薄薄的炸了一層 它不是像炸蝦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 然後所以你吃得到蝦仁一點點脆 然後裡面的蝦子呢 是屬於偏紮實緊實感的夾蝦子 然後彈彈 微彈微彈緊實的 重點是這個醬真的是太下飯了 你在搭這個嫩蛋 天啊 這醬我真的可以 我 我好像聽到旁邊有人吞口水 是什麼意思 會這樣子 可不可以不要 打擾 打擾正在露營的主持人 不愧是心急的料理 這碗中華風鮮蝦蓋飯 斗大的蝦仁 直接在你眼前排排站好 還有那滑嫩順口到不行的嫩蛋 跟店家獨特的配方 讓小姐姐也開胃的神秘醬汁 一起送入口中 那蝦仁 嫩蛋 還有醬汁補出的三重奏 連我看了也都好想要一起大口爬飯耶 而且是格子鬆餅喔 其實鬆餅啊 不是有分格子鬆餅和美式鬆餅嗎 那就有分兩派嘛 各有所好 美式鬆餅就像平底鍋煎的那種 比較軟嫩的鬆餅 那格子鬆餅就這樣 而且其實格子鬆餅是源自於比利時 據說它是某一個歐洲某一個 勢力龐大家族的徽章 就是長這個樣子 把它拿來就是做成甜食 就是現在的格子鬆餅 其實那格子鬆餅 大多還是吃甜食比較多 很多人會在上面加一些不同的料啊 可以在裡面放雞腿啊 可以在裡面放花生醬啊 所以其實格子鬆餅現在已經變成 它不單單只是甜食了 它也可以當成一個主食來吃 今天吃的時候呢 你…你會覺得我很孤單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我旁邊有 有兩個就是跟猴娶威身材一樣的 一樣的熊陪我 它比較好味熊 有沒有看到 好味 還有那個小豆豆 好Q喔 這算是五星級飯店的直想物 然後它的餐廳裡面就會擺這樣子的熊 然後飯店的角落也會擺一個這樣的熊 它其實設計的滿 noun Hobby 陪我吃下午茶 KIHobby 我切一塊給妳吃 好 它的鬆餅是麻糬鬆餅耶 而且通常不是 會鬆餅中間可能包一層麻糬 那沒有 它是整個鬆餅都是做成麻糬的口感 它應該是在鬆餅調製的粉上面 就做了一些調絲在 然後它的奶油奶香超級濃 它奶油吃起來就是那種新鮮的奶油 味道很濃醇香 卻不會死甜 它主要都是牛奶的甜味而已 沒有太多過於的負擔的感覺 真的很可以喔 這個咖啡廳的招牌甜點 奶油精度麻糬鬆餅 大家不要看它只是個鬆餅 在咬下了香脆的鬆餅外溢之後 突然吃到席卷而來 QQ軟軟的麻糬口感 真的很令人驚豔啊 再搭配店家使用 清爽不油膩的鮮奶油一起入口 真的是五星級的享受 沒有錯 手工的奶酪 看看我來吃爆你好不好 這個顏色很美 他們家的黑糖我覺得很棒 這個黑糖還滿好吃的耶 它中間比較綿一點點 黑糖量給的也滿多 所以你一咬起來的話 連中間的黑糖都可以滲進去 所以你整個吃奶酪的話 我覺得它黑糖的味道會比較高一點點 怎麼說著說著 小姐姐就吃完了 看著奶酪很對小姐姐的味喔 這手工奶酪一咬下去 微布丁的口感Q彈滑順 再深入一些 裡面又是如此的綿密而細緻 搭配黑糖醬那高雅的香氣 小茶就該如此慢活愜意啊 大家有來新竹 千萬別錯過這間 藏身在五星級飯店的咖啡廳喔 幹嘛啦 你們怎麼還在這 煩耶 幹嘛 咖啡廳不是拍完了 有什麼事嗎 指什麼指 你指什麼指 休想 怎麼樣 我一個人旅行 不能住五星級飯店嗎 我...我跟你們住鬼屋 我自己我想住好一點啊 你有奇怪耶 怎樣啊 不要 你是不是想要開箱我 過房間 不要 我裡面有東西有啦 你也很煩耶 你這是好趣味的手下 你真的是喔 小姐姐你都偷偷來耶 一個人來住五星級飯店 把大家丟下 這樣你晚上睡得安穩嗎 這間位於新竹市中心的五星級飯店 在新竹生根多年 2019年完成升級改裝後 全新登場 就是要入住的每一位客人 都能體驗豪華客房的放鬆舒適 為客人打造出門在外的第二個家喔 而且飯店擁有絕佳便利的交通位置 上個步就能到周邊享用當地的小吃美食呢 說到這兒我們趕快來看看 看看鬼鬼祟祟的小姐姐 她的房間到底有多舒服愜意吧 每次都要開箱人家的房間很煩耶 討厭 不就還要寫喔 我今天住豪華套房 跟你們說 迎賓廁所好不好 不好意思 這次跟我本人的廁所是分開的 因為它有兩個廁所 我今天的穿著灰灰的 也是跟沙發有搭灰灰的 而且旁邊 還有好衛星 好比熊在這邊陪著我 是不是非常的棒呢 一個人做也不孤單喔 然後看著我們的節目 心情往食 這時候 旁邊還有一些奇怪的人 像現在畫面就乾淨許多了 我只是一個人 沒有人打擾我呢 真棒 好啦 客廳是不是夠大 接下來要到我房間了 就是一個小家庭的概念 來… 我的房間 一張大床 好飽 我最喜歡一個人睡大床 好 接下來 就是重頭戲了 你也知道我今天跑一整天有多累 是不是 當然需要一個很棒的浴缸 好好的泡泡澡 放鬆一下 這裡呢 這裡呢 就是一個更衣室 大衣櫃 還有全身鏡 接下來旁邊 就是專屬於我的私密空間 我個人的廁所 外面是一定廁所 這裡呢就是我專屬的好嗎 你看有淋浴間 然後這邊也有浴缸 浴缸旁邊還有個鏡子 邊洗澡邊看一下 哎呀 我這裡好像多了一點脆肉了 你也要少吃一點有沒有 好好的省視一下自己的 body的部分 然後洗手台 馬桶 都是我自己專屬的 有一個人來旅行 就需要我這種 For我一個人的感覺 好不好 那接下來 開箱完了 該上課了吧 不好意思喔 兩位麻煩 外面一定錯過幾盒喔 好 這麼典雅舒適的豪華套房 我也好想住在這兒 升級過後的飯店 除了起居空間 更符合現代人需求之外 飯店有感於外地來訪的 家庭旅客增加 特別將兒童遊戲室 加大升級 新增了彈跳床 以及溜滑梯 甚至還有兒童球池遊戲室 等親子遊樂區域 飯店內更有室內游泳池 男女三溫暖 以及健身房 桌球設施等 讓入住的賓客 不受時間天氣變化的限制 隨時體驗運動的樂趣 而最令人期待的飯店早餐 也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舒適的用餐環境 除了豐盛的自助式早餐 新鮮營養的餐食之外 還有網友雞推來著必吃的 現竹牛肉麵 吃完這些 連午餐都已經解決了呢 各位如果有來到新竹 這裡真的也是住宿的選擇之一 各位別走開 待會小姐姐偷溜去買宵夜 銷魂香腸加米腸 不排隊可是吃不到的 先別轉台 宵夜馬上回來